你想跟台上女嘉宾PK一下的诗词是吗 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但是PK一谈不上 但是你说的是你们那个朝代的诗 我说的是我们现在的诗 就是PK一下吧 来 吉祥姐 呃 呃 呃 喜欢羊羔歌 拔毛烧开水 铁锅炖大盒 老王你发现了吗 现在我们这个80后90后的孩子们特别喜欢古典文化 特别喜欢 我理解这种古典文化 是的 咱们这个舞台果然是藏龙卧虎 对吧 来 一号天爱 我为你演一首诗行吗 可以 千古英雄代代传 今朝却已不新鲜 纵然人心无处放 我心仍将英雄存 无论当今事何事 别却踏心做女兄 谢谢 你听听刚才他们 他们朗诵的诗 在听听天爱的 什么感觉 果然是名不虚传 但是宋公子 你跟天爱的诗 你们两个两种不同的感觉 天爱的诗里面充满着一股侠气 而你的诗里面是一股文气 我们两个好像有点掉过来的 24号 小伙儿 你好 在短片中我看到你说你喜欢绣十字秀 我看你挺爷们的 那都是心灵手巧 特别细心的人会做的东西 那我请问你都会绣什么呀 都出多少作品了 我的唯一的一个作品还没完成 就举的那个吗 对 那个是 已经两年了 那个是什么 你给我们大家介绍 清明上河图 老王 你的第一个作品 清明上河图 对 之前在节目当中谁问过 三号你怎么问来着 我就问能不能给我绣个清明上河图吗 就是 然后结果是王哥说这一绣我得好几年 十后几年 五十多年 这五十多年说的 你拉老吧 这五十多年我老了 我都敢 我没想到清明上河图来这么快 这秀明太有心了 谁也没成想 第一次秀 第一个作品就秀清明上河图 这难度太大了 小伙儿 那你还有多长时间能秀完呢 明年一年 后年再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是我就是特别希望 就是我男朋友 就是拿着清明上河图一尘 像我求婚 多尬呀 首先咱不说别的 那秀完一个只老钱了 但是宋公子啊 你那个烧电汉的手 是怎么秀出这清明上河图的 这个和手没有关系 我感觉主要还是心 因为你烧电汉 也需要一个心系 你如果有出心大意的地方 肯定质量不够 这是一个大男人啊 有些也有个细的地方 对 来看一下他的第二个短片 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